前後的國防部長 立場是一樣的嗎?原則是一樣的嗎? 包括美國會支持我們 我們有很好的任盟幫 我...我...我們... ... 謝謝主席 請部長 來部長請 是張偉 部長早安齁 對 我們今天說國鋒 國鋒第一個最重要的就是台灣的安全和主權 一定要顧得到對不對? 是 我可以聽很多委員問你 所戰及中戰這個事情 因為我們總統說 他說是一個投降主義不接受嘛 我聽你 打算的時候 你說的重點是 要加強 國防的防衛 寸土必爭 不會讓中共得逞 是不是這樣?對不對? 是 你這個 原則跟定位 跟上個月 來這邊 來這邊答詢的邱部長 邱部長 邱部長我問他這個事情 守戰及中戰 你說最高指導目標是 避戰 因為前後的 國防部長 立場是一樣的嗎? 原則是一樣的嗎? 一樣啊 沒有不一齁 備戰才能避戰嘛 備戰才能避戰 所以你把備戰做好 才能避戰 是 所以沒有不一 兩個是一樣的 你是加強備戰 所以可以避戰 邱部長在這裡說 避戰是最高原則 是不是這樣? 因為 要用實力 要有決心 能力 然後充分的準備 讓這個 中共不會冒進 來避戰 這個就是我們 我想這個目標都是一致的 目標一致 那你的方法就是加強我們的國防 跟防衛 是 OK 包括美國 會支持我們 我們有很好的這個盟幫 我 我 我們 其中的一環 你的防衛裡面其中一環 很重要是美國嗎? 部長會這樣問的原因是因為 來 我們看下一題啦 金融時報今天報道說 習近平說 美國啊 要誘使北京來攻台灣 但是他 不會 上當 你怎麼看這個事情 是在 可能會覺得比較安心說 中國大陸不會來打啊 還是說 中共那邊可能在風化 我們再放假消息 我們來加強自己的防衛 跟委員報告我沒有辦法證實 這一個金融時報的報導說 習近平確實有沒有講過這樣子的話 但是我想要講的一點是 中國一直不斷的宣稱不放棄武力換台 然後軍事的擴張一直在持續的進行 而且加速進行當中 那麼對於這個台海的和平穩定現狀 他也不斷的在以切香腸的方式來進行 這一個片面的改變現狀 那我想這樣子的情況是 所以他才是麻煩的製造者 我想這是很清楚的 所以保長不能夠因為 金融時報是很有名的國際媒體 而且他引述的是說 這幾年四位 習近平跟這個歐盟的 執委會主席 范德萊恩說的 不能夠因為他講了這個話 我們就鬆懈嘛 對不對 是 他提了一個理由啊 他說什麼 他說習近平特別有說 他說 如果中國大陸啊 跟美國發生衝突 會破壞 中國其多的這個成就 而且影響他 2049年要實現他的 偉大復興的這個目標 這個有沒有說服你 沒有齁 你都不管他 反正你就是加強我們自己防衛 我們主權安全夠好就好 是不是這樣 是啊 我們一定要夠好自己的自我防衛能力跟決心 對 所以你不會因為金融時報這個報導 也不會說他報導的是對 我們不能對中國有一個不切實際的幻想 所以一定要準備好 是 不要管別人怎麼講 不能鬆懈 不能鬆懈 好啦 那不能鬆懈有沒有一個辦法 今天 國際很關心人 今天有美國的評論家 國防評論家 他競技說 我們台灣是不是要招募非公民來從軍 他說的是澳洲 澳洲雖然跟中國大陸關係有點緊張 他說的是澳洲現在允許當地居住 至少12個月的永久居民去註冊來服役 包括紐西蘭人 而且扣大以後是英國人 美國人 加拿大跟太平洋 你作為國安部長 你沒有考慮過這個 這個看法怎麼看 你沒有考慮 還是完全沒有 兩國的國情我想不太一樣 目前這個部分還沒有在我們的思考範圍內 找非公民來當我們的兵 因為我們的從軍 一定要中華民國的國民 你這個要 你這樣規定嗎 沒有考慮 除非大院同意 要進行修 立法院通過 現在就是國際的知名的評論 你這樣建議 這個不類入我們考慮對不對 現在沒有在我的內心 沒有 一個 好 國庭我們最會關心 最會努力 台灣的安裝要租款 你如果夠好 好 謝謝國庭 也謝謝主席 部長請回 謝謝 各位 謝謝 各位 t